好來這個影片要加強的東西 叫做柱體跟椎體的個數 那基本上在國小的課本裡面 你一定會看到什麼 N個 譬如說是N角柱好了 N角柱 然後它的面 它的邊 它的頂點 然後就會有一個什麼N加1 N加2的什麼公式的那一些 說真的那個也背不起來 說真的也背不起來 那你一定要去從圖形去思考 這些觀念 好那我今天放了上面這個圖形 叫做七角椎 對吧 你至少知道椎體是凸出來的吧 那柱體就是上下的面 下面叫做六角柱 那要算這些 最常問的當然 也不是最常問 只能問 只能問頂點 面 還有邊 好那這些東西的方法 你就永遠記得 上中下就好了 就記得上中下 好 那什麼叫做上中下 來 如果以這一個來講 我們就把它想成好頂點好了 等一下來講說有幾個頂點 好吧 那幾個 呃 幾個頂點 幾個邊 再來幾個面 好 那我所謂的上中下是這樣哦 你去思考這個叫做七角椎 上面有幾個頂點 一個嘛 對不對 中間 0個 下面 7個 所以它的答案叫做8 再來 那邊呢 上面幾個邊 0個 中間 7個邊 對不對 下面是不是也是7個邊 所以整個叫做14 好 再來講面 呃 7角椎 上面幾個面 0個 中間呢 7角椎 當然有7個 等13條形 7個面 下面只有1個 好 所以這個答案叫做8 所以你就知道它有8個頂點 8個邊 8 呃 14個邊 8個面 好 我們再練習一次 那呃 這個叫6角柱 齁 6角柱的幾個頂點 來 上面 6個頂點 中間 沒有 下面 6個頂點 所以總共叫做12個頂點 對不對 好 10 對不起 12個頂點 好 再來邊哦 6角柱上面的邊有幾個 6個邊 中間 是不是有6根柱子 6個邊 下面6個邊 36 18 再來面 上面幾個面 柱體哦 上下都是一個 啊 然後中間 6個長方形 下面一個 所以答案就叫做8 好 我用這種方式 去得到那些答案 那你說老師 這有什麼用 我看圖就好啦 可是問題是什麼 今天如果沒有圖呢 對不對 如果今天沒有任何的圖給我們 好 我把它弄掉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回答答案 齁 來 這一個 好 當然也不會是這兩個了 等我一下哦 好 把它用掉了 齁 來 我們來練習一下 呃 譬如說 十角錐好了 好不好 十 角 錐 好 記得 錐的意思就是上面是凸的 齁 來 幾個頂點 上中下 十角錐上面當然是一個頂點 中間 沒有點 下面 十個點 所以 1010 好 11個 來 十角錐的邊 上面 0個 中間 10個 下面 10個 所以有20個邊 那面呢 錐 上面是0個 中間有10個面 對不對 下面是一個 所以答案會叫做11 OK嗎 好 再來 我們再練習一個 譬如說 嗯 八角錐好了 我們叫做八角錐 那八角錐的 頂點 好 上面幾個頂點 八角錐哦 欸 錐是這樣嗎 對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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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我的錐竟然不會寫 八角錐 好 沒事沒事沒事 腦袋有動 來 八角錐的上面幾個頂點 八個嘛 對不對 中間 沒有頂點 下面 八個點點 所以你只要去記那個圖形 這個答案就會了啦 那邊呢 上面幾個邊 八角錐上面有八個邊 下面 啊 中間 八個邊 下面 八個邊 所以24 好來 那面呢 上面有一個面 中間 八個面 下面一個面 所以答案叫做10 好 答案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一個 提醒 我說有一個角錐 它是錐的 那它面的個數跟邊的個數合是22 好 那這個角錐是幾角錐 我不知道 我暫且叫做A角錐 好不好 那它有幾個面 來 它的面有幾個 上面 角錐哦 上面的面是0個 中間 A一個面 對不對 下面是1個 好 所以我知道面全部會叫做A加1 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邊 A角錐的上面有幾個邊 A個邊 哦 對不起 上面是0個邊 中間呢 A個邊 下面呢 A個邊 所以它會叫做2A個邊 好 因為你這個單元 其實你已經有學過怎樣解題了 那這個其實並不會那麼難了 那1個A加2個A 3個A嘛 所以3乘上A 就等於丟過去是21 所以A就會等於7 所以答案這個叫做7角錐 好 這一題還沒放過我們 它還要問什麼 它問這個7角錐有幾個頂點 好 一樣來個上中下 7角錐的上面是1個 中間沒有 下面有7個 所以全部加起來有8個頂點 答案是3